光速破产的硅谷银行现在已经恢复营业了 可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 美股银行板块现在是遭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暴跌 比如说像第一共和银行 短短一周就从120元跌到30元 它的走势图上写满了两个字 恐慌 甚至有很多人把这次类比为引发2008年金融海啸的雷曼破产 连大金毛都跑出来说 这次是比1929年更严重的危机 那这有这么可怕吗 为啥美联储不抢救一下 而是要让它48小时光速破产呢 这个事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整体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我尽量简单的再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好好汇报一下吧 首先需要聊几个基本的知识 第一呢银行的利润主要是来自于稀差嘛 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是比较低的 但是银行呢会拿存款去投资其他的资产 从而得到的利息收入是比较高的 银行就赚这部分的差价 由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比较高 所以银行呢通常喜欢借短放长 也就是吸收一些短期存款 并且呢去购买长期债券 以实现稀差的最大化 第二呢债券的收益率跟价格成反比 收益率越高价格就越低 那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国国债 跟其他债券的收益率走高 可是价格下跌 而银行不是持有大量的债券吗 债券价格导致银行资产大幅缩水 如果把债券持有到期的话呢 银行可以不受债券价格下跌的影响 安稳的拿到利息 但如果存款的提取压力比较大 银行就只能提前卖出债券 承受债券价格下跌造成的亏损了 还有第三点啊 就是利率的变动呢 它会牵动着存款 美联储加息会提高存贷款的利率 通常呢存款利率提高 大家就肯定更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嘛 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像硅谷银行 它的储户是以科创公司创业公司为主的 这些公司是非常缺钱的 那快速的加息导致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的收紧 初创公司很难再获得融资 就只好把存款取出来 应对它的流动支出 前两年的超级宽松周期 硅谷银行吸收了天亮的成本几乎为零的存款 然后买了一堆的国债和地产债券 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需要持有到期的债券 然后呢大家吸来了 这些初创公司都跑去取钱了 那硅谷银行就只能卖出债券 好应对存款的支取 可是因为借短放长造成的期限错配和债券价格的下跌 即便它抛债券也难以应对 其实十天前 硅谷银行就已经传出了取款困难的留言 这个消息一发酵呢 造成更多储户慌忙去取钱 然后就彻底的崩了 那为什么美联储完全不给硅谷银行挣扎的机会 而是让它立刻马上现在就地破产呢 因为硅谷银行继续抛售债券还钱的话 它自己不一定能成的过去 还会导致债市出现恐慌 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下跌 从而把其他的银行也给拖下水 所以还不如原地把它给毙掉 不给硅谷银行任何的把风险传导出去的机会 可是现在情绪面的恐慌是已经传出去了 虽然硅谷银行规模不算大 可是大家又会猜 其他银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个银行股集体大跌 还有很多中小银行也出现了集中取款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最终会不会演变成雷曼时刻呢 目前来看概率不大 因为硅谷银行的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的脆弱 规模也远远不及雷曼 就不可能像雷曼一样造成全盘的连锁反应 此外呢雷曼破产主要的问题是它的泡沫破裂了 而这次主要的问题是期限错配 就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 至于大金毛跑出来说 现在比1929年更严重 可能也是有所夸张的 估计它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欧拜吃个苍蝇吧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次的事件或许反而是一个机会哦 因为美财长说了 这次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了加息的速度过快 所以现在市场已经扭转了 会再度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 甚至还出现降息的预期了 那就会给全球资本上带来个喘息的机会啊 此外这个事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元资产缺乏抵押品 它完全依赖信息 风险极度敏感 现在有些资金已经意识到了美元资产的脆弱 转而流向人民币市场了 如果把握得当的话 或许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契机哦 但是至于这个事情 最后具体是危还是急 其实现在没人预测的了 也没人决定的了 就只能说是看我们的气运了